这是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 昨天我们讲颂词的时候 好像有一段 我当时讲的时候 跳到下面去了 但是只有一个人给我翻译 其他包括做讲解的 很多人都是没有发现也好 舍不得也好 或者是什么样不知道 所以以后如果在念传承的时候 如果念得不对的时候 马上要举手 如果举手看不到的话 可以站起来大声的 你们平时来经堂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但这个没有必要的 来经堂的时候 本来这样的大声是不是很好的 但是你如果念传承 这样错了 或者是这样的偈颂 如果讲没有念的时候 应该翻译 有时候我这边也是 可能会有各种情况 所以我今天简单 先在字面上见一下 昨天什么 欲入山林及毒害 毒恶情俗及恶人 恶生恶鬼并恶疯 一切诸难 诸苦无恼 还有下面两个颂词 这些昨天没有讲 所以我简单做个字面上的解释 藏文都度念了 那么如果 因为祈祷地藏菩萨的 或者供养地藏菩萨的 还要念地藏菩萨名号 这样的人他想入山林也好 或者渡过大海也好 还有有一些毒恶 亲手的地方 还有恶人 恶生 恶鬼 包括有各种灾难的 恶风 险地 这样的一切 非常危险的 艰难的 这样所有的这些苦恼 如果我们只要向地藏文菩萨的想 蘸礼 供养 祈祷 顶礼 这样的话 那么地藏菩萨大师的想面前 这样的话 如是如果去山林也好 大海也好 任何的地方 其实这些恶缘 全部都当下消灭 所以我们以后在人生当中 可能会需要度过一些特别艰难的 危险的 或者恐怖的境遇 这个时候 要么你就自己念 皈依三宝的偈颂 或者是祈祷度母 或者是祈祷观世音菩萨救难 或者是祈祷地藏王菩萨 这样的话 确实这样的这种 恐怖的地方都可以消失 这些恐怖的景象都可以消失 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经过的 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地方会有的 可能现在稍微好一点吧 现在比如说晚上有路灯 还有其他的照明灯 包括有手机 电筒这样的 但以前古人确实经过 很多恐怖的险路会有这样的 包括我小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亲身经历 有过这样的 有一次我们读中学的时候 读中学 不像现在城市里面读中学一样 我们一般中学 然后回去的话 有时候是藏地的那种帐风生活 随意地可以搬家 可能一天 一年的话 搬十几次的也可能会有的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所谓的手机 信息都没有 然后回来的时候根本找不到 那个山沟里面也没有 到处去 一个山沟 一个山沟地去找 我看到慈仲良卓堪波也是 他在学院待了两年以后 有一次他母亲 还没有圆寂的时候让他回去 让他回去的时候 他就去原来他们经常住的地方去了 去的时候 他们的帐风根本没有 然后他就周围的这些人打听 又翻山越岭 又跑另外一个地方去 才找到了 他写的是这样的 所以我当时也是一样的 中学放假的时候 冬天放假的时候 前往自己的地方 路上可能大概要走一天的路 但是因为中午放假了 中午放假的话 当时回来的心很切 可能母亲父亲也等着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下午就来了 来了以后 到了一半的时候就天黑了 天黑了以后 手上什么电筒也没有 但是我们经过我家的路 有特别大的森林 森林当中只有一条路 沿着这条路还是很难找得到 而且不久可能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当地特别熟悉的一个女 以前我们经常去放过牛的 特别胖胖的 很强悍的一个 但是她刚好在那个路上 自己自雕 就死了 死了以后后来他们很多人说 好像她真正看到了 然后很多人都因为这个事情病倒了 这样的说法是特别多的 然后当天晚上 我不得不经过这个楼 然后我一会儿念个三宝 一会儿念个度母过来 过来的时候 我不敢大声念 一大声念的时候 好像会不会听到了 但是到了那里的时候 好像其他的一些声音吧 包括什么老鼠 其他的稍微有点声音的时候 整个怎么讲 那个发根都树立起来了 就毛骨颂乱 好像整个自己觉得 自己的头发 全部都已经立起来了 然后又不敢说话 又不敢走 稍微等一下 这样坐着的话 好像我附近 因为那个人一直浮现在眼前 好像也比较那个的 他们反正前面都是讲得很形象的 他当时怎么吊死的 后来很多人怎么看到的 那些人怎么病的 我经过那个路 而且那个路也是特别不好找 这个路有两处比较危险的地方 还有一处的话 当时好多的土匪在一棵树下面 全部被杀了 后来他们说这几个人 大概八业三根的时候 大声地在叫 很多人都在那里寻牦牛的时候 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来追他们 所以各种这种恐怖的景象当中 边念渡牧 边念山坡 但是我当天晚上都没有遇到什么 大概晚上可能一两点钟 还是什么时候 才能到家里帐篷里面 所以我现在一生当中 经常想起这样 那天我们去年吧 去年我去我家乡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森林 我给弟弟说 是不是那个吊死的地方 是那个吧 说的 是的 是的 因为当地是比较出名的 但是我那天晚上应该 很勇敢地路过这个 可能你们很多人 不一定敢经过这个 所以有时候 虽然当时也没有什么 祈祷三宝以后 马上出现什么的 这个都是没有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一会儿害怕 一会儿心就比较静下了 那个时候也比较小 还不到二十岁 可能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有时候可能会 确实是遇到比较恶神也好 恶魔也好 恶鬼也好 还有恶人也好 凡是有各种各样的 危险的地方吧 就是危险的地方 甚至我们可能人世间当中 也比较恐怖的 一些人的威胁吧 这些都通过祈祷地藏阿菩萨 或者念一万遍地藏阿菩萨的行咒 都能解除 这个是我们前面可能你们要补上 今天讲到最后一档课 也就是诸类仁天品 诸类教父的意思 那仁天的话 这个《地藏经》最后释迦牟尼佛教父于谁呢 教父于人间的这些有缘者 还有天界的有缘者 最主要的地藏王菩萨 让他来护持和弘扬 那么这个时候 佛陀举起金色的手臂 有摸地藏王菩萨 摸佛萨的顶 因为前面我们在 应该是分生品的时候 当时也是释迦牟尼佛 跟地藏菩萨摸顶 当时是赞叹安慰的 那么现在最后有 应该在这部经典当中记得 两次都是有摸顶吧 佛陀摸顶的话 还是有特别的一种秘义 应该摸两次的顶 然后他怎么说的呢 给地藏菩萨这样讲的 地藏 地藏 如知胜利不可思议 他这里因为非常的重要 地藏菩萨 他就反反复复地 很淫宗地 很硬切地 就特别诚恳地 因为下面所有轮回的众生 要交互于地藏菩萨的话 佛陀确实是 特别不舍的一种表情来说 地藏地藏 你的胜利 你的加持力和你的胜动力 在这个世间当中 是不可思议的 然后你的慈悲力 也是不可思议的 对每个众生都是像自己一样 慈悲心不可思议的 还有你的智慧也是不可思议的 通达一切万法的 真相的智慧不可思议 然后你的辩策也是不可思议 你的辩策也并不是光是一种狡辩 或者是巧言化语 或者是什么善语 巧辩 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非常利益众生的智慧 很尖锐 各种八种辩策等 辩策不可思议 所以他这里讲了 不可思议 地藏菩萨具足这样的 他的威力 悲心 智慧 辩策 其实我们人当中 如果真正能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大法师也好 大师 其实有这样的辩策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我们 尼玛佛教师里面 当时有一个大树和小树 大树圆寂的时候 他给所有的眷属说 我的小树 他的智慧和辩策都不可思议 利益众生也不可思议 你们可以把他当作像我一样 他当时要接近离开 因为他是直接往生极乐世界 他就直接往生 我们那个传记里面都有 直接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选一个 护持佛法的 是一个教主也好 大师的话 应该这也是一个条件吧 如果他什么加持 能力 什么都没有也不行的 如果没有悲心 他很多都是自私的 没有智慧的话 可能做不好的 还有在做事的时候 辩策也很重要 虽然其他都具足的 但是口策也不好 辩策也不好 什么都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 他的智慧和悲心和胜利 全部都是藏在内心当中 变成了伏藏品 这样也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就像我们现在做事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 没有信仰的 甚至对佛教有各种邪见的 邪知的这些人来说的时候 你没有一定的辩才 恐怕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辩才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既要有利益众生的悲心 还要有智慧和辩惨 尤其是辩惨 确实也很重要 昨天有些人跟我讲 你讲地藏经的时候 怎么讲圣经学 老科学 你讲这些干嘛 我说一方面 我昨天的课好像内容很少 我害怕讲不够 讲不够 所以中间随便加了一下 一方面可能现在的人 包括科学这些方面不懂的话 可能也不信 今天我也把如来定古虚的教证也说了 就是宣说七万二 然后卖的一切种类 卖的种类七万二 所以卖的话 我们现在的圣经学 从这个续部里面 我们人的圣经 七万二 还有我们呼吸的七数 一周也当中 一万一千五百六十还是多少 有这样的 所以这些道理 我最近翻译的《如意报藏论》 《如意报藏论》当中引用的 虽然不是很广 但是也是讲得比较清楚的 所以我想别人认为 我们的脑科学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心 其实是脑当中产生的 脑当中产生的 怎么产生的话 别人都 包括科学家也是说不出来 是同体的方式产生的呢 心和脑同体的方式产生的呢 还是一体的方式产生 那一体的方式产生 是一个无情法当中的 有情的 明清的心是怎么产生的话 他们根本没办法回答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脑的 方方面面不同的区域 发生一些变化和伤害的时候 我们人的心的记忆力 包括有分别和不分别的心 产生一些变化 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觉得应该是这里产生的 但其实当场有一些现象 受到这个问题 不一定是哪里产生的 我们也承认是 我们的身体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脑 那这些脑也是观不同的一些识觉 那这些识觉也可以说 这些圣经给我们的心事 虽然不是一体的 但是也会起作用的 因此我们心里的任何反应 其实身体对它也是有一种外缘的作用 那这样的话 起外缘的作用 不一定是在外缘当中产生心 这个因果关系 我们也要去观察 否则现在好多的人 基本上我们的常识当中 但其实现在我们真正的常识 他们也是不可确定的 因为科学 尤其是心理科学 可能大概七十年左右的一个 我们现在所谓的心理学 大概七八十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的脑科学 也最近几年当中 也不到七八十年 应该是最近老科学的科学家 比较多一点 但是他们各自的说法 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 稍微在这方面没有研究的时候 别人可能 问到你的时候也好 或者别人对你 或者你自己对这个道理 没有一个大概的说法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的续部当中 确实对人体的脉络 应该讲得特别特别地清楚 然后藏传佛教的一些 医学当中也讲得很清楚 但是藏传佛教的 很多医学的来源也认为是续部的 续部当中对人的 丰满明点的差距也比较多 包括《如意宝藏论》当中讲了很多 晚上为什么我们梦 其实我们的明点和风如果入于 因为我们身体当中 有人类的脉 旁生的脉 还有地狱的脉 各种不同的 因为这些脉的原因 它们的种子住在哪里 如果我们的风和心 或者明点和心入于旁生的脉 那我会自己都变成老婆 自己都变成才狼等等 如果我变成人类的脉当中 我的风行入于人类的脉当中 那我就做人各种各样的形象 所以这个包括《水梦》 《梦》的不同的差距 也是通过《丰满明点》来说 非常清楚 啊 这种因缘讲得很清楚 有可能今天讲《梦恩》了 我不说了 凡是你们以前学过一些 但是没有这么学过的 那应该要对应一下 对吧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刚才 对 什么 辩才不可思议 地藏菩萨的 这个辩才不可思议 假设说是十方的佛 赞叹 宣说你的不可思议的事 那千万劫当中 都是不能说完的 《地藏圣人经》当中 也是说了 就是说 义食群 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 利益无量世界的有情 也是说不尽的 所以说 地藏菩萨确实 每时每刻也好 或者说在无数的世界当中 利益众生的这些事 如果让我们意义地宣说 不要说我们凡夫人 不要说我们身为缘觉和菩萨 连十方佛陀 用他们的智慧来宣说 也是说不尽的 非常地广大 所以首先地藏菩萨 佛陀因为要把宗旨交给他 先赞叹他 地藏菩萨也是高兴高兴 然后佛陀说话的 有时候还是很有那种 从我们世间的人情的 从世间法角度来讲 很有微妙的意义 对吧 从世间当中 然后佛陀又说 地藏 地藏 非常重视的 因重地说两字 那么你应该记住 我今天在道理天当中 对于百千万亿不可说和不可说的 所有的佛 菩萨 天龙八部 这么多的大会当中 然后再次地把人和天的众生 将来在没有处理 三界轮回的这些活摘当中的 人和天的这些众生 全部都交付于你 什么中国 什么世间 中国 什么世间 这样的 地藏文菩萨确实一个特别慈悲的母亲 离开的时候她的孩子交付于 让别人看一样 特别地不放心 然后她说 我今天这么多的众生当中 人类和天界的这些众生 他们都很可怜的 一直成立在轮回的苦海当中 三界的苦海当中 那我今天全部都是 诸佛给你 全部都是交付于你 那么你不管是 这些任何的众生 将来一日一夜 不要让他们堕入在地狱当中 他的目的 其实地藏菩萨为什么 经常跑到地狱去的话呢 佛陀当时给他说的一点 让他不要堕入善恶趣当中 佛陀这些众生 连一日一夜都是不能堕入地狱当中 更何况说 堕落在无间地狱当中 阿比地狱当中 在这里 经千万一界当中 没有解脱的机会 那这个更不允许的 你连一日一夜的这些众生 不要堕落到地狱里面 那更长的时间更不幸的 所以诸佛菩萨的 这种慈悲的加持力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因为佛陀当时对地藏菩萨这样顶住的原因 地藏菩萨有不可思议的方便力 他的卫生力 还有智慧力和慈悲力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众生如果对他一点缘都没有解的话 恐怕地藏菩萨也是很难救度 我们连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搞最好的关系也是可能没办法出去 或者进入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自己也稍微有一点资粮 然后我们各方面的关系 因缘 资缘都很好的话 我们也会如愿一场 世间当中很多因缘也是如此的 所以佛陀最后再次顶住 地藏菩萨 你把人天这些可怜的众生千万不要放到 加上他们堕入地狱 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 哎呦 我不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也不要紧的 就是千万不要堕入三恶趣当中 我自己的地现实不堕落 我也经常这样讲 以前我们寺院的迪萨佛婆 她每天都是忏悔也好 念经也好 我特别害怕堕三恶趣 一旦堕三恶趣的时候 真的没办法的 所以她就每次在僧众当中 你们僧众一定要给我加持 不然我这一辈子 如果堕落到三恶趣当中 那何时才能有出土的机会啊 她一直很诚恳地 很直接地这样发愿 所以我们很多人也是 即生成就也好 即生红生成就也好 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 当然大家都是会求知不得的 但是即便没有实现这样的愿望 我们下一辈子再不要堕落 应该至少也是获得一个人身 获得善趣的身体 这样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对地藏菩萨的结上善愿 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佛陀又继续告诉地藏菩萨 来愿菩提的众生 其实是知性不定 惜恶者多 其实我们来愿菩提的这些众生 还是有很多坏的毛病 坏的毛病是什么呢 他的性格不稳定 这我们也看得出来 我们闻思修行的人也好 平时出家 在家做什么事情 有些可能是被迫的 实在没办法 不得不做这样 但有些是完全可以正常地这样做下去 但是最后又产生烦恼 又无不幸 很多性质都不稳定 而这不稳定也是 一会儿变成善 一会儿变成恶的话不要紧 但大多数都是变成恶的 你看 稀恶者多 那么总法善心 虚欲击退 虽然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发个菩提心 生出离心 对上师三宝产生一些 清净心和信心等等 但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是他退失了 如果遇到了一些恶愿 恶知识也好 恶幻境也好 恶劣的各种因缘 那年年都增长 在南缘菩提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确实我们做善事 因缘都不是很好的 比如我们建个寺院 造个佛像 放个身什么的话 连周围的环境都是 这里的限制 哪里的限制 各种各样的不允许 如果我们造什么 无无间罪也好 造各种各样的杀生偷盗 好像很多途径都比较容易 也是比较合法的 法律也支持 政策也支持 宪法也支持 好多人世间 确实造恶业比较长痛 造善业的话 周围的资源也不丰富 自身的心力不顽强 好多的违缘和障碍 所以这里说的 真的是这样的吧 就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说 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就显现成百千万亿的心事 来度不同根机和不同意乐 和不同根性的这些众生来度 在我们束缚世界当中 他以各种各样的化身方式来度 而且度也是以各种形式来度的 《大乘庄严论经》当中也说了 佛悦三劫中 密咒俗化者 犹如牛求度爱念无修习 就像我们三劫当中 佛陀是寻觅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 各种各样的化身来度化众生的 而且这个就像牟牛 他寻找自己的牛肚一样 他对众生的爱念 从来都是没有修习过 所以我们很多的善知识也好 诸佛菩萨化现的这些上师 其实他们也是可能日日夜夜当中 相度众生的心很切的 我都经常遇到一些上师 他们看到有一些根机比较好的 对上师三宝有信心的 爱受清净戒律的 爱度化众生的 这样的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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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什么 反正很多上师 尤其是大乘上师的话 他们对摄受比较有缘的弟子 就像牟牛寻找牛肚一样 特别地恳切 我以前接触过的很多自己 一直过的这些上师们 确实也是他们很慈悲的 其实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 我老了以后跟我养老 给我烧茶 断饭 不是为了这个的 应该想是他们觉得有善根的 有因缘的这些众生 将来可能对众生有利的 所以佛陀确实也是 度化众生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有缘的 这些善知识们的做法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释迦牟尼佛说 我是这样来度化众生 所以地藏 如今我今天非常殷勤的 为天人和天人开始诸托 把这些天和人全部都交付于你 未来的世间当中 如果有天人还有人当中 三男子和三女人在佛法当中 如果做了一些稍稍的善根 一毛一臣 一刹一笛 像一根毛一样的 一粒微尘一样的 一粒沙子一样的 一滴水一样的 这样的话 你依靠你的道理 依靠你的方便和智慧 你拥护世人 坚修无上无灵退世 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这个人保护 逐渐逐渐地让他们获得了 无上阿弩多罗三妙三菩提的位 不要菩提当中永远退世 当然这个条件 这些人做一些善根 而我们自己也要做一些善根 如果我们没有做善根 我们每天都是无我不做的话 可能真的佛陀的描述 也很难以斩断你的痛苦 《悲华经》当中也有一句话 说是 如来世尊 随为佛天 但是若无善根 不能凌断诸苦恼法 虽然佛陀具足各种各样的 慈悲 智慧 威力 这个功德 但是如果我们众生 自己没有去造一点一地 一粒一产 这样的善根 那佛陀也没办法直接斩断你的 你自己没有结上善缘 你自己去斩断他的烦恼 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 哪怕是一点一地的 这种善根应该要造啊 如果我们自己 没有造这样的善根 确实也是很难的 所以佛陀说地藏菩萨 你未来是掌动的话 如果人也好 如果天也好 他们随着的业慢慢长寿 然后本来他应该会 堕落在三恶趣当中 或者他临近三恶趣 或者已经到了门槛的 那么这些众生 如果他念得一个佛的名号 一个菩萨的名号 一句或者一个节的大乘经典 他就赐颂 赞叹 这样的话 那这些众生应该 依靠你的胜利和方便来救度他们 那么这些人 依靠地藏菩萨的无边神殿 应该分水地狱 让这些永远获得了天界的感受 就非常殊胜明妙的快乐 本来这些众生是多恶道的 但是你做了一些善根 也有希望的 有什么样的希望的话 以前《诸经摇集经》当中 也是说过 有一个人阿罗汉 他知道他自己的母亲 堕入地狱当中 但是因为阿罗汉的神通有限的 他自己去读地狱的众生 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他就没办法去 最后他看到有一个国王 他杀自己的父亲 他的寿命只有七天的时间 他就跑到国王那里去 你可能只有七天的时间 你好好地念佛 你如果真的到了地狱 你好好地念佛 这样你会得到解脱的 然后阿罗汉的国王 对阿罗汉很有信心 他就开始学 怎么样念 怎么样观想 学得好好的 七天以后他真的死了 死了以后 他堕入 到了地狱的门槛的时候 他因为阿罗汉给他教得很清楚 他就大声地念佛号 结果念佛号的原因 包括阿罗汉的母亲 地狱里面的这些众生 全部都得到解脱了 这个阿罗汉很有方法的 他自己没办法 让阿罗汉 国王给他教佛号 结果国王去的时候 国王不是特意 他为自己念的 但是这个声音让他的母亲所在的 这些地狱的众生都获得解脱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有些是到了地狱门槛的时候 可能会想起了 地藏菩萨的名号 或者其他佛菩萨的名号 或者其他大乘经典的偈颂 这些也是依靠 地藏菩萨的威德力会救护的 这个时候佛陀以偈颂的方式来说 现在未来人天中 我今天全部都是 殷勤地交付于你 那么你不能让我失望 你应该以最大的神通和 最大的方便力来度这些众生 那度众生最低的要求 我们经常说的地线 这些众生不能堕入到三恶道当中 其他的如果他实在是 在人间当中还要继续受苦 这样的话也可以的 但是主要地藏菩萨对三恶道的众生 一定要救度 我前面的公案也忘了 没有讲 但现在可以在这里补 也可以讲三恶道 以前有一个出家人 他特别的虔诚 也是学密宗的 他经常对众因众生 这些欺负这样的 然后他发愿造阿弥陀佛的像 观世音菩萨的像 大时日菩萨的像 还有地藏菩萨和龙猛菩萨的像 然后他正在造这个像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做梦 一个叫做泰山夫君的 可能是一个饿鬼吧 他开始给他说 希望让他不要造这些像 你这样造像的话就不太好 然后那个出家人说为什么不好 他说 尤其是你造观世音菩萨 和地藏菩萨像的话 我这个三恶道的众生 基本上都空了 这样的话 你们人间的全部都不来了 这样的话对我生意不好 我的生意不好 你千万千万不要造 地藏菩萨和观世音菩萨的像 然后第二天他醒过来了 他醒过来了以后 他很高兴 我拼命地要造像 然后他就发愿一辈子 开始造观世音菩萨和地藏菩萨的像 那这些像非常有加持的 所以地藏菩萨的 念盖音录的作者他说 当时那些像 在各个地方都非常多 可能当时就像以前 法王如意宝在很多地方造 那个莲花生大师像一样 可能对当时观世音菩萨 和地藏菩萨的像 还是很有加持力 所以我们以后 因为现在大多数城市里面的人 都是坐高楼大厦 所以不知道像以前的寺庙 这样方不方便 不知道 将来可能很多人类居住的方式 跟以往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将来自己应该是在周围的 有一些包括老百姓 比较重视的这些地方 或者我们的有些企业 这些里面有地藏菩萨的像 地藏菩萨的当卡 这样有信仰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 或者自己的家人 都可以来拜佛 扫相 这个很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 但是每个人有这样的意乐都很好 以前好像没过一个戒头 就经常杀人 除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后来那里造了一个佛像 后来所有的恒事全部都消失了 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 最好是实在不行的话 自己的卧室 如果有条件的话 将来把它变成圣殿 地藏殿 就是地藏殿 你离开人间以后 你的书 你的佛像 国外有很多这样的 比如说某个普通的人 他不是特别著名的作者 文学家 不是这样的 但普通的人 他因为国外很重视法律 他有法律保护 所以他自己的房子里面 所有的书 所有的身像都被人不能动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 自己一辈子清的这些书 佛像 地藏像 释迦牟尼佛像 都放在那里 然后死的时候说 这个不能动 这个是我的财产 不过可能你走了以后 过了四十九天以后 就全部都买了 全部都认了 不知道你的亲戚朋友怎么样 我们想 其实如果有能力 在各种不同的道场 和一些人们居住的地方 其实比如说地藏菩萨的像 有时候不一定 非要修一个殿堂 它作为大家崇拜的 一个文化的象征 这样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一个企业 企业大家都集中的一个办公室里面 不能放在地 应该是比较高处 放一个地藏菩萨的像 那整个对我们企业的运气 企业的财运 还有各方面来讲 对大家带来的这种迹象 应该是 我们以后天讲的 什么这个迹象 那个迹象 就像《迹象经》里面讲 人很希望迹象啊 法王如意宝的以前说 迹象如意啊 迹象如意 法王把迹象如意 汉运说得很好的 所以我在一般过年的时候 都想发一下那个 因为它的金刚语 只要跟大家听到的话 应该会很多人带来那种迹象的迹象语 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这个地藏菩萨 其实以种种方式来 可以堵舍恶趣的门 借赢善趣 甚至让你借赢到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这个时候 地藏菩萨摩和沙就开始 这个富贵和尚 拜佛言世尊 违缘世尊不以为律 不用考虑 不用担忧 那个世尊的话 你放心好 那么未来世当中 如果有三男子三女人 在佛法当中一念恭敬 我也百千方便读这些人 如果一念恭敬 稍微有一点恭敬 那么我也会 所以我们自己 自身的这种结缘很重要的 哪怕是一树花也好 一根香也好 一盏灯也好 我们以前也是多次的讲过 确实很重要的 你作为一个凡夫人 一天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修行的话 我觉得是越来越难 但是你只要不放弃 你的修行 你的念经 你的观修不放弃的话 一定会有进步的 我们《法华经》当中也是讲的吧 如人散乱心乃至亦一花 供养余花相 渐渐无数福 所以我们哪怕是一散乱的心 在佛像面前供一朵花 那逐渐逐渐你会能见到 无数的佛 这个是必然的一种缘起 所以最后地藏菩萨也是 在释迦牟尼佛面前承认 承诺的时候 你放心好 只要有三男子三女人 在佛法的教言当中 只有一年的恭敬心 我也是要以千方百计的 去堕托这个人 与生死当中受得解脱 想办法这个众生 很快的时间当中就 更何况说 他经常听闻一些善事 念念修行 而在自然于无上道当中 永不退转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经常闻思修行的 经常听经闻法的 还有经常不断利益众生的 那这些我只要给他们稍微 这个点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费力 这些众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哪怕只有一点点善心的人 我要都会度他们的 所以我们的《地藏经》 确实很多世间人 每天都是很猛 很累 很痛苦 很有压力 各种各样压力下 挣扎的这些人来讲 其实念一句佛号 祈祷地藏菩萨 供个灯 像 这些事你再累再忙 也不是很困难的 应该我们尽量地去坚持 那么这个时候 会中有一个菩萨叫做徐工藏菩萨 八大菩萨基本上都出场了 徐工藏菩萨现在才出来了 弥勒菩萨有吧 是吧 大士士菩萨没有来 是吧 其他还有谁 啊 出给藏菩萨也没来 八个菩萨有点忙 开玩笑 只有有些菩萨没有来 七工藏菩萨这样说的 百佛言世尊 我到了三十三天以后 听到如来多次赞叹 这个地藏菩萨的实力 和他不可思议的威力 那么未来世当中 如果有三男子三女人 以及一切的天 龙这些 闻到地藏菩萨或者听到 地藏菩萨的密话 对他进行赞立形象 那这样有多少的福利和功德 为了未来和现在的这些众生 你女儿所知 如果广说的话 那就说之不尽的 所以你可以简单地说 佛陀告诉虚空藏菩萨 地听地听 我为如说 我对你们分别宣说 那么若未来世当中 有三男子三女人见到地藏菩萨像 或者闻到地藏菩萨的经典 乃至读诵 还有香花 饮食 衣服 珍宝来进行布施供养 赞叹赞立 得二十八种利益 这个二十八种利益 我们经常在讲 他的主要条件 顶礼地藏菩萨的相 或者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 这两个是最关键的 这样他得到二十八种 其实这个我想 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自己念《地藏经》 地藏菩萨的名号 或者你经常供地藏相 我们有些修行人 可能会 我想这次讲完了以后 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供地藏菩萨 念地藏菩萨名号 这个很好的 应该能做得到的 不是很难的 只要你自己有信仰 不是很难的 如果没有信仰 什么事情都比较难 确实这样的 尤其自己不愿意 没有意乐 让你烧一根香的话 都是不愿意的 有些没有信仰的人 让他磕个头 啊 我不愿意磕碰的 嗯...嗯...嗯... 嗯...有些父母带一些孩子来的时候 人犯故意不想磕 所以在父母面前装着这个疯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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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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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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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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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有意乐 有信仰确实也比较简单 这是非常简单的事 那么第一个 天龙护念 刚才这两个条件 每一个前面都要 念《地藏经》 《地藏名号》 或者供养 所有的天戒和龙戒的护法神 也经常保护你 你不一定天天都是 啊 戒 不一定 你即便不能念 断了两三天或者这样 护法神不会不高兴的 天龙所有的眷属都是 因为你是念《地藏经》的人 都在保护你 不用担心 还有你的世间和出世间 善的过 日日地增上 就是日日地增上 尤其是由菩提来回向的话 那更加的翻倍增长 然后第三个 能收集 着集的话 我们翻译的是这个叫做 随复得分和随解脱分的善根 随解脱分的善根 身上意嘛 身上意的话 可能处理轮回的 生解脱的 包括空心 菩提心 这样的善根 就越来越增上 就着集 然后第四个 菩提不退 我们有些人发了菩提心 但是中间经常去退市的 但是你要这样祈祷 那菩提道当中永远也不会退转的 第五个是吃的 穿的 喝的 一切的财富圆满的 现在有些人经常得不到财富 特别贫穷 很伤心 自己也找不到 那么这个也能解决 然后第六个是记忆不灵 各种瘟疫也好 疫情也好 爱波拉也好 还有青牛肝也好等等 各种疾病现在不是经常传来吗 这些也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肚上 第七个是水灾 火灾 这些会远离的 第八个是所有的这些盗贼 都会远离 无有盗贼 不会出现 以前可能是挨家 晚上的时候有些什么 偷牛 偷马 或者是我们这样 现在高科技的盗贼 钱放在银行卡里面 结果到时候一去看 所有的密码都已经发现了 一分钱也没有了 啊 是真的吗 哇 有些都是在银行 窗户边倒下去了 啊 我的钱不债了 所以念《地藏经》的人不用担心 第九个是人间清净 我们说是人间人爱 花间花开什么 就是谁都看了以后 特别欢喜的 因为有些人谁都看了 看不惯的 他自己也很苦恼 反正他自己都没有信心 在人群当中 知道是人人都会讨厌他的 但有些自己都是很得意的 特别有信心 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 不要说人类 连这个鬼神都很喜欢我了 然后第十个 鬼神刚才前面有很多龙 田 然后这里可能世间当中的 各种饿鬼 夜叉 落叉 还有鬼神 他们也是经常相助 念《地藏经》 其实非人的这种 保护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非人的一些保护有的话 很多事情都是比较顺利的 如果非人不但不保护 经常给你扰乱的话 有很多事情都是不成功的 第十一个如果你愿意转男生 如果不愿意的话 第十二个你就变成国王 大臣 就是他们的女儿 非常有威望的这些女儿 然后第十三个 人人长相 端正相好 相貌特别的端严 可爱 美满 然后第十四个 死了以后 不会堕入恶趣当中 经常转生到三十三天 独随天 这些天界当中享受天人的快乐 第十五个 在人间也变成一些国王 总统 首相 大臣 这些变成帝王 然后第十六个 生生世世都能了知自己的前世 有宿命 素质命通 也就是说 自己知道自己前世是什么样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因为不知道前世 《涅槃经》当中也讲了 凡夫人不知道前后世的原因 就造恶业 不害怕 就像是火被毁盖者的时候 愚准的人就踩在上面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前世和世 被地狱的火 会焚烧 所以大家都有种 不知取舍嘛 但有宿命通的话 不会这样的 还有欲求皆从 第十七个是 你只要想什么 得到什么 只要你一想 所以有些人我不敢想 不然一想 他回来了 所以我不能想钱 不然钱多得太多了 我不能想什么人 不然人人都喜欢我 我不能想地位 不然地位自然而然来了 所以有时候 拼命地控制自己的非灭力 自己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有些眷属意乐 眷属也是欢乐 所有的眷属都是 过得特别快乐的 这种气氛很好的 有些人的眷属 狗心独角 这个复杂 那个复杂 事事非非 特别特别多嘛 但有些郡主也好 有些他周围的气氛都是和睦相处的 然后第十九个 诸恒消失 所有各种非赖的恨火 各种灾火 当然无存 其实很多年轻人也好 有些人确实突然恨死 暴死 各种突然袭击 特别多的 所以这也是 跟自己的意愿有关系的 但是你祈祷前面的那样 不会有 然后业道用处 本来是你相续当中 有特别多的恶业 包括堕入无间地狱的 但是你依靠 地藏菩萨的加持也会消失的 然后第十二十一个 取出净通 不管是你想到 人间到哪里去 没有什么阻碍 全世界都运游到哪里 都有旅卡 没有什么阻碍的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以前有些地方还是到世界上的多少个国家 我以前有一个人 他说 我有世界一百八十个国家 只要我去 就像看身份证验就走了 我当时很羡慕 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么开放的时候 其实人间 如果你想想去哪里 都长通无碍也是很好 死了以后 你往极乐世界也好 毒碎天也好 还要悉心刹土也 要是佛的刹土也好 到哪里都没有阻碍 没有违缘 也是很好的 这种长通 取出无碍 读地藏经的人 夜梦迹象 夜梦安乐 二十三个 以前死亡的这些人是远离痛苦 他们不会来找你的 然后二十四个 受福殊胜 他依靠自己前世的福报来 不断地转生 因为我们有些人 不是以福报而产生的 是恶业而产生的 比如说你前世的恶业成熟以后 你堕入到旁生当中 堕入到地狱当中 但是有福报的人 前世你阿难耶上面的 虽然有恶业 但是你以福报来不断地转生 善取 然后又造佛报 又造善业 这样来受福殊胜 应该这样解释 可能好一点 虽然有不同的解释 但我翻译的时候 这些都读得比较详细 所以讲起来的时候特别容易 知道吗 不是说大话 真的 诸圣赞叹 有很多诸佛菩萨 高僧大德经常赞叹 你再读地藏经 哇 尿不清 尿不清 非常棒 第二十六个 聪明利根 英文迁路 一切的这种都同彻无碍 非常容易他智慧 特别尖锐 第二十七个 有慈悲心 滋润他的心 然后第二十八个 最终获得成佛 这是人间的二十八种功德 接下来有五种功德 就基本上圆满了 然后说 虚空藏菩萨 如果现在和未来的天龙鬼神 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 或者顶礼 地藏菩萨的心上 或者是闻《地藏本愿经》 赞叹和赞礼 这样获得了七种利益 因为前面这是 针对人间而讲的二十八种 这个当时在道理天的时候 对这些鬼神 他们也有不同的功德 第一个 受超圣地 声闻 怨觉 超过了他们的圣地 第二 恶业消除 其实这些恶鬼鬼神 恶业很沉重的 也需要消除恶业 第三 诸佛 诸佛菩萨都保护这些鬼神 然后第四个 菩提不退 他们当中也有 发菩提心不退的 然后第五个 增长本力 他的神通力 因为这些鬼神 每个都有不同的本能和本力 他们增长 不会一次而慢慢慢慢 飞也飞不了了 去也去不了了 不会这样的 然后第六个 宿命通 因为他们基本上 具足不同的流通嘛 然后第七个 毕竟成佛 这是对鬼神之心而言的 那么这个时候 十方一切如来 不可说不可说的 诸佛如来 还有菩萨和天龙八卜 都听到了 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赞叹 赞叹和赞叹地藏菩萨 摩佛萨的大威力和大功德 不可思议 未曾有 他这样的赞叹 几乎前所未有 非常稀有 他当时赞叹的这种状况 特别特别感人 那么这个时候 道理天的天语 无量的画像 道理天会降下什么呢 他这里于是 降下无量的像画 天语 银螺 还有各种各样 因为天界一般都是 自然而然降下这些天语 然后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 或地藏菩萨 这里主要是 地藏菩萨和供养释迦牟尼佛 那所有一切的众会 就再次地 再顶礼释迦牟尼佛 和地藏菩萨 然后合掌二例 这个后面 没有什么解答欢喜 因为有些大德说 这是因为地藏经 要接近佛陀万年 要接近涅槃的时候 所以当时的整个气氛 比较悲哀 悲伤 最后他的眷属当中 也没有说是解答欢喜 没有这样 也有这样的一些 古代的《地藏经》的注释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也许可能是 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吧 也不一定 因为有些可能佛陀早期的 包括《正义阿含经》 有个别的经典当中 他最后合上而退 也有这样的 所以可能不一定 都是要这样吧 可能佛陀在最后的结尾 有不同的结尾 可能有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次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 在特殊的日子里面 把《地藏本愿经》 已经非常圆满地讲完了 然后我翻成藏语的文字 也给大家念了一遍 这个教不教传承也不知道 但是有时候看也许可以吧 比如说《圣大解脱经》 《百业经》 包括《涅槃经》 很多都是汉传的翻译过来的 但是藏传的《大正经》当中有传承 如果有这样的话 也可能可以算一个传承吧 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念出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原因 各种情况 大家在房子里面出都不敢出来 讲经说法和听法文经 恐怕很难很难的 这样的感觉 但今年上半年 我们确实大家努力吧 也是把这部经 也非常圆满地 也希望祈愿 依靠《地藏菩萨》和《地藏本愿经》的 这种威胜力和功德力 让我们整个世界 消除一切的战争 饥荒 各种各样的瘟疫等等 各种各样的灾难 乃至每一个人的家里 尤其是在家人的话 家庭是和睦相处 出家人的话 清净戒律 闻思修行 弘法历生 事业圆满 让整个一切的世界 风调雨顺 流失吉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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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菩萨 可以了吧 凡事就讲圆满了 读多少堂课 阿弥陀佛 二十五是吧 还行 阿弥陀佛 美国 阿弥陀佛 9 wirklich不及财劲